一粒麦子基金会9号、10号这两天 将要办理原液治疗的课程 特别邀请了香港首位注册的原液治疗师前来授课 也是台东首次进行的原液治疗师的证书课程 将为台东的多元辅助疗法增添一项新的选择 一粒麦子基金会推动多元辅助疗法 来帮助老人及其他需要的族群 9号、10号两天办理原液治疗基础课程 邀请香港首位注册的原液治疗师到台东授课 也是台东第一场原液治疗培训课程 一粒麦子基金会因为长期生根在偏向老人的照护 那我们知道老人家在偏向的照护 不是等到他中度失能或是已经失能了 他才到机构来接受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照护往前 希望从健康老化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照顾的观念 所以我们透过说跟绿自然或是跟植物的接触互动 来一起他们找起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或是说透过这样的植物的一个接触 让老人家在过往的生活里面去回忆 让老人家在这个照顾生活里面是充满着 他的一个自然生活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说他是到机构式或是团体式或是机械式的一个照顾 来自香港的培训老师冯婉怡 原本就是社工学士及老年学所士 让原液与社会工作的结合更为密切 他也致力培训相关人才 原液治疗技术征书课程 今天和明天一共两天 我们这个课程就是叫做 希望我们的学生认识到原液治疗一些基本的严肃 比如说什么是原液治疗啊 还有原液治疗这个项目计划方面 就是这个评估啊 还有这个目标 还有这个活动怎么设计 这次培训有三分之二 是社会福利相关人士报名 培训的课程讯息发出之后 很快就报名而满 除了台东在地的民众来报名 也有来自外地与上海的学员 我原本的从事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业务 那因为来参加是因为中心刚好有这个机会 然后派我们中心的一些同工可以过来去学习相关的知能 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和导师一直在做原液治疗 然后呢对他很感兴趣 也想要说尝试一下原液治疗应用于长者的时候 可以有不同的效益 然后想要做这个研究 然后呢因为对冯老师也是了解比较多 然后对他的关于原液治疗的方面呢 也会有觉得会有比较多的成长 上完这两天的基础课程 在参加食物课程及治疗实习 共92小时的培训后 可以拿到香港原液治疗学会认可的原液治疗师资格 也是首批在台东培训出来的原液治疗师 让台东的多元辅助疗法增添一项新体验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